请 请 先生 您寂寞吗 不仅寂寞 而且还单身呢 寂寞时光 咖啡奖版 请光顾小兔咖啡馆 今天我们店大熟冰 消费满五十 就送你一名虾片和提拉米苏 二选一 这个大眼睛屏股白骨 还有两个小酒窝的女孩 在你这上班吗 您店里除了卖咖啡还卖什么 咖啡厅除了卖咖啡还能卖什么 流氓 流氓 又说什么变流氓 下车 计算 行 来 站住 贵贵 你刚刚说什么 闭嘲 你刚刚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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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 快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是贵的 快 走开 快 你没事吧 你不是故意的 那我请问你 你故意的定义是什么 拿枪刺拿刀骨是吧 老板呢 叫人出来见我 谁找我谁找我 你是老板是吧 是啊是啊 你的员工拿凶器袭击顾客 麻烦你把名字电话就下 我的律师我给你联络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谁 谁袭击了我们这位尊贵的客人 又是你 谢小秋 你吃了豹子胆了吧 赶紧向客人道歉 不用了 真的 没这么严重 什么没这么严重 这是杀众计呀 有毒的 没事的啦 我以为这是彩带 欢迎你们的 欢迎你 是吗 你看你看你看 上面写的家庭 有人畜无害 无害的 人畜无害你就可以碰我 你给我当什么 当章的啊 我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又不存心的 你刚才在外面骂我什么 什么 像小秋去见干煮吧客人 是他先说的我啊 我说你什么啦 你司机还在旁边 你可以做这样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不好意思 谢小秋 你还不认错 还跟客人顶嘴 老板 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是不会离开这边的 要是我是你 我绝对不能容忍 素质这么低点员工 我 两位两位 消消气消消气啊 这姑娘是新来的 乡下人没家教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代表全体员工 向你们道歉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们洗 今天消费全你 这就算了 我可以 赔偿你这件西装的清洗费 可以吧 你觉得盆满沙虫剂的西装 我还会穿吗 那我可以赔偿你这件西装 可以吧 你赔得起吗 你赔得起的话 你就不用来这边打工了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了 你刚才骂我流氓 很明显你不需要 谢小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你被开除了 不用这么夸张吧 你记起来 他只是一个学生 不要这样对待他了 还不严重 这都有毒的 一堆杀虫剂过敏啊 立川 只要有我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欺负你 听到没有 怎么 工作丢了 想找我报仇啊 以后呢 最好别让我再碰到你们俩 不然的话 不然怎么样 小姑娘 你有什么能耐啊 你把地球翻过来 把地球翻过来 不然的话呢 我就请你们俩 吃鸡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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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我要更不想看 我帮你拍一张板 好 擦吧 来 姐姐这里吧 这个字典 这本字典我要了 怎么是他啊 原来他真的是个司机 已经跑了五家书店 进入宝山 不可空回 带本姑娘先讨个精 陪我给跟你商量个事啊 商量什么 这本字典 可不可以先让给我啊 对对对 只要是我明天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有它不行 而且吧 我已经跑了五家店了 只有这一本 我也有急事了 这张的帅人消气 对了 其实吧 还有一本也不错的 那那那 就是这一本 你看一下啊 这个呢是实用 英汉汉汉英土木工程字典 这本也不错的 为了要买我这一本 你就推荐一本 比较差一点的给我吗 怎么能说是差的呢 你这本字典吧 别看词汇量很大 但是它没有音标 好 你要说英文底子不够好的话 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你怎么知道我的英文底子不好 那我靠你个单词好了 嗯 你说 Atexophobia A fear of disorder 中文的意思是 混乱恐惧症 什么事等 连个死记的英文都这么牛肠 瞧我翻完 你的英文好好哦 真的没有想到 那个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说的应该就是你吧 不过像你这么好的英文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字典的 这本字典我还是要 那就翻一下总可以吧 可以啊 谢谢啊 很快的 不好意思啊 能不能帮我举一下 那就这样 你在干嘛 拍一点试一点 说不定明天可以用上 昨天晚上刚充的电吗 怎么会这样啊 这样吧 如果你这么喜欢这本字典 我给你三十秒 说说我为什么要让给你 如果你可以打动我 我就不要了 你英文好 我英文差 我比你更需要这本字典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女的最初 等一下 你有车我没车 你找书店比我方便 我的腿不方便 三十秒到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 那个 今天是我生日 生日 这么巧 真的啊 我 我给你看我身份证了 等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生日生日 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感谢感谢 你真是好人哎 大大的好人 终于归我了 还是还我吧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帮你付钱 谢谢啊 等一下 今天让你破费了 可不可以麻烦你在上面签个名啊 签名 不必吧 这本书都不是我写的 可是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 以后我翻开它呢 就会想起你 虽然这个世界上啊 充满了竞争还有厮杀 但是一直都有好心人 没这么严重吧 有的有的 一定要签 那 给你比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的大名是 我完全看不出来 反正我签了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的大名是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您好 您好 我找一下翻译部的苏主任 你是 我是九通派来的零食饭 一谢小秋 对对对 他跟我说过 麻烦你在这儿登记一下 好 这边请 好的 王总 早上好 你们看 这就是上海分部啊 好 好 来来来 里面请 哎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那位是谁啊 他是我们的大老板 等一下啊 你就是给他做翻译 哦 这个谢好了 哎 翻译部呢 从这边上去 走到底就是了 不行啊 不能这么久进去 他会认出我们的 哎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附近有没有理发店 要什么的 有啊 出了门左转 哦 好 谢谢啊 我有点事马上回来 一会就好 哦 好 哎 赶时间 赶时间 喂 等一下 你怎么换造型啊 这你都认得出来啊 你的衣服没变啊 不要太好情 好情害死帽 害死帽 哎 对了 对了 昨天字典要谢谢你了 今天太忙了 要不然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呢 拜拜 不客气 哎 对了 对了 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一会儿你要看见我呢 能不能假装不认识我呢 为什么 难道你是 商业进典 哎呦 不是 我是害怕你老板认出我来 跟这种人一起公司 我听到独播吧 差不多 我呀 是来这里做临时翻译的 他要是认出我 一定会叫我茶 弄不好 我还要参照牵柜子 这个有可能 你别牵过啊 我是男的耶 哎呦 你别以为 现在男的就安全 有些人啊 他是男女同事的 那好 我好奇地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他认出你 你就害怕 我认得出你 你就不害怕 我跟他有什么差别啊 真搞笑哎 为什么要害怕一个 心力善良乐于助人的司机啊 你太搞笑了 司机 喂 人事不传来消息 目前为止 王锦川开了四个 四个 一个司机 一个司机 一个主任 一个会计 一个二世的建筑师 建筑师他也开啊 建筑师也开啊 说是没有遵守 Dress Code Dress Code 这 但我不用担心 我的Dress Code何止是遵守 简直是全方位超标 不过话说过来 小傅师傅最可怜了 听说去年他老婆生了一队龙凤胎 觉得他生的不错 就把工作辞了 在家照看孩子 这下可好了 你家人啊 别提有多可怜了 请问这风景 你哪里看得到仙台 还有没有别的动向啊 最新消息 大老板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们翻译 你们啊 就等着被裁员吧 你很面熟 我们见过吗 肯定没有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吗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那我工作都做完了 你总不会拖欠我公司吧 你赶快把它擦干净 如果不擦的话 我是不会付账的 而且我还会打给你们的社长 跟他好好说说你表现如何 不信你试试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你就了不起 你就可以误录我 你会拆遣我 你打你打 你别以为你随便说说 他就会相信你 看我告诉你 我那是通过严格的筛选 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大不了以后不来GMS工作 得罪你我还找不到工作了 我找销售长 我擦 我擦 我擦也不行吗 那你先道歉 我道什么歉呀 故意破坏他人财物啊 那你还害我丢了工作 你拿杀虫去喷我 你机型真好 那你赶紧擦 要是淡青的隔了夜 把这心损坏了 到时候有的你赔的 一点都不大 对你这种嚣张的女人 我从来不客气的 那我借点工具总可以吧 那我借点工具总可以吧 那你麻烦问一下 有没有那个抹布还有清洁剂啊 这边没有 要在那边看看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好 能不能借我一下 你的妈不派清洁剂啊 谢谢啊 一会儿晚你 谢谢啊 好 我 好 好 幸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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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川 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等我离开上海再上任吧 干吗 你就专心把你的设计弄好就好了 其他事情交给我 我保证把事情处理得一干二净 好吗 一干二净 你是指 把我的员工开除了一干二净吧 你别忘了 在行政上我高你一些 就算我现在还没有上任 我也有资格开除他们 没有我的签字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开除 哪怕是一个司机 司机啊 你应该叫他姥爷吧 一个经纪开一次车 这钱太好赚了吧 他当我们GMF是干吗 你招票的 我的公司很赚钱 我有我的做法 我知道公司很赚钱 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做呢 让公司更赚钱 我不想听你的方法 来吧 商业是商业 好吗 Sophie 请你给季川订回书律师的机票 越快越好 学校是明天 你帮我订机票 我要告诉他护照号码 来来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Sophie 对啊 那个机票是要订 但是那个名字改一下啊 你把名字改成王力川 会啊 会 你还给我 对跟你们董事长说啊 你说力川后天就启程了 G川你 好好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 G川 G川 挂了 挂了挂了 好 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交接 而且丽莎的项目 仰开就要开始了 我不回去 又不是我要你回去 是爷爷要你回去 我不在乎 那 因为我跟爷爷怎么交代 我不在乎 好吧 你的人我一个都不懂 那你可以回去 一个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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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差不多 那把你之前开除的 全部要回来 哎呦 不好吧 这手续都办了 我 我很没面子啊 手续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有人事部 只需要一个电话 好吧 为了爷爷 不妥协 你要记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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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是 清除淡青 清除淡青 我跟你说 别难过 我都知道了 你 你知道什么 你是不是刚丢了工作 没关系我跟你说 被这种人开除 那都不是坏事 俗话说 这叫东方不亮 西方亮 俗话又说 这叫枝上柳棉 吹又少 天涯何处芳草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的那几句 我完全没有听到 什么树上棉花 啥 你你是华裔啊 我的意思是 那个黑星总裁跟你说的话 你完全不要放在心上 全都是废话 然后我们这些无产阶级 要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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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英语是什么水平啊 资料应该没有问题 对话怎么样 没问题啊 其实我是在美国读书的 其实来上海之前 就是在那边工作的 你是美籍华人啊 我是瑞士姐 我是在瑞士长大的 各位 我叫王立川 你好 我是谢小秋 找工作的事情啊 包在我身上 肯定没问题啊 对了 帮我拿一下 谢谢啊 这边呢 明天有个活 是外贸掐会 他们要会谈两个小时 车马费 加翻译费呢 一共是一千六 我分你八百 本来是我要去的 我看你比我困难 我才把活分给你一半的 这样应该可以给孩子 买一个月的牛奶了吧 这个呀 是我的电话 我有他们的地址 对不起啊 我想 跟你失误 误会了 没关系 千万不要客气 人生呢 就没有过不去的卡 我相信你 你后面一起工作一起搭档 肯定能赚得更多 机会更多 我跟你说 翻译是一门 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相信你哦 有问题 等一下 我 其实我 我明天不能去 我很忙 那倒也是 刚刚丢掉工作 家里肯定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安排 不过没关系 你要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要的话 给我打电话就好了 放心吧 这边还有根本的 帮助你 拜拜 拜拜 再见 对了 这里你比我熟 这个你帮我还一下吧 是个清天工的 再见 拜拜 再见 就是这儿 你好 你好 我是谢小秋 她是王立川 我们俩是陈美娟介绍过来的翻译 你们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懂车呢 我是总经理助理李欣 你好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我们公司要从意大利进口一批材料 现在他们来了三个人 准备和我们谈判呢 他们带了翻译啊 他们都懂英文啊 小秋 小秋 师姐 会议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啊 好好准备啊 糟了糟了 我刚见那三个老外了 他们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啊 怎么会 上次人家说印度英语你都听懂了 问了半天才知道 他们三个人当中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意大利人 他们三个都通的是意大利语 英语就会那么一点点 而且口音很重 我跟他们沟通了半天 不是他们听不懂就是我听不懂 而且还说我的英语有问题 早知道当初我就不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俩的二Y都是日语啊 对了 丽川 你不是瑞士人吗 瑞士人应该会四种官方语言的 你至少会一种吧 我会三种 德 法 异 天才啊 天实啊 天意啊 那你们回去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啊 拜拜 这边 好 借着吧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要是没你的话肯定死定了 不客气 这是你们的酬劳 拿着吧 谢谢 今天盖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你 非常好 不错 李助理 这个钱不对吧 我们之前说好的应该是一千六百块 这里只有八百 况且我们今天来了两位翻译 给您翻了四种外语 而且您应该也知道 德语 法语 还有意大利语 这些价钱跟英语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我们都没有额外的收费 就这么点 你们爱拿不拿 我告诉你们 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 都是临时翻译 一小时两百已经很多了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实习的机会 你别走 李助理 你们也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 请专手信用 好吗 别在这里给我不讲蛮缠 我还有工作呢 这是我劳无所得 你们给我救而不放 我告诉你们 以后永远不会用你们两个 你别打了 别打我 别打了 你别打了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外面里 还少给了我们八百块三一费 不是说我们一千六吗 肯定是他死寸了 什么 李希 怎么回事啊 这是 这个钱你都拿着吧 你要养家 生活也比我困难 再说刚才你为了帮我 还跟别人打架 我没有想到 翻译还是一个高位的职业 对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嗯 嗯